同学们大家好 上次课我们学习了一个简单原理图的绘制 这次课上课之前呢 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的知识点 首先原器件拖拽 原器件放置和角度调节 总线绘制 分支线的绘制 电器节点的概念 电源和地 以及网络标号 我们以一个案例来看一下这些知识点 首先我打开了一张原理图 还记得我们原器件的拖拽是从哪拖拽的吗 对在右侧的library里边 有一个库文件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随便拖拽 然后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鼠标直接拖拽过来 比如我这样拽一个原器件过来 当然这个是没用的 我们先删掉 第二种方式呢 选中以后直接用place 就可以放多个 而且我们可以自动生成这个原器件标号 还有呢 就是原器件的角度调节 选中这个旗件以后 按空格键 它就可以90度的翻转 每按一次 翻转一次 好了 上次课呢 由于我们的案例比较简单 没有涉及到总线和分支 这次我们看一下总线和分支的绘制 总线的绘制就是这条线 这个功能按钮 选中了一条 就是比我们平常用画线的工具要粗一些 90度角呢 直角和90度角是切换 是shaft加空格的快捷键 希望大家也记住 因为这个是我们常用到的一个快捷按键 shaft加空格 在直角和45度角之间切换 分支线呢 是这个标号 这个呢 和我们元气线的调整方向是一样的 是用空格键 可以每按一次进行90度的一个调节 这样就可以绘制我们的总线和分支线 是不是跟这个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呢 当然我的画的是跟它是反的 我们要是调整的话 就这样调整一下就好了 这个都没有关系的 根据我们原理图的形状来做就好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每根线每根线连过去 但是这样的话线就会非常复杂 比如像这样我们可以很顺利的知道 它是去向哪儿的 但是如果有三根线呢 几根线呢 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看起来就会很乱 还有一种 这是一种方式 我先把这些删掉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网络标号的形式 再换一个原理图 比如在这个原理图中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每条线上都有一个网络标号 Net在这个位置 这是它的Net Go15 它的名字是Go15 这是它的网络标号 其实在我们有网络标号的情况下 我们不用总线化 实际上 效果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也是代表的一个连接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Go1的网络 和这个位置 Go1的网络 是代表的同一个连线 就代表它两根线是相通的 然后Go3呢 这有个Go3 它们代表这两条线是相通的 不会因为这一条总线连在一起 它们就整个连在一起了 大家要理解一下这个概念 顺便呢 网络标号的概念 大家也能理解了吧 其实网络标号 就代表物理上的连通 而它们 这个电气节点呢 这个电气节点 也是代表网络上的连通 也是代表物理上的连通 这两条线是连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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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次课呢 我们进入层次原理图的绘制 我们首先看一下层次原理图 有哪些知识点 首先呢 它的设计理念 为什么要有层次原理图 这个概念呢 是因为我们 在之前的课程中学习了 原理图的绘制 我们要设计 图纸的大小 有A4大小 A3大小 还有更大的 但是实际我们打印中 是不是一般 A4纸和A3纸 用的比较多 再大的图纸 我们打印也不好打印 这样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把图纸 可以在一个很大的 浮面中画出来 但是造成了我们 打印输出并不方便 这样呢 就有一个层次原理图的概念 就是我们可以 把复杂的电路图 分成若干的子系统 然后呢 每个子系统 代表一定的功能含义 然后这个子系统 就相对 可以放到一个 比较小的图纸里头 这就是层次原理图的概念 层次原理图的画法呢 也很简单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设计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设计 这是要点呢 其实也不算要点 就是一个小贴士吧 在自上而下的设计中 我们不需要 新建空白的文档 而在自下而上的设计中 我们是需要 新建空白文档的 下面我们就进入 深层次的学习 绘制层次原理图 这里呢 我们已经有两张 做好的原理图 这样呢 我们先 以自下而上的这种 层次原理图设计方式 来为例 做了一张 层次原理图 首先呢 我们先新建一张原理图 好了 新建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 找到这个功能 Decision 然后 Create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or DHL 这个功能按键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有两个选项 就是分别对应 我们刚才的两个原理图 我们先选第一个 点OK 看看会发生什么 它自动生成了一个 原理图的模块 而且呢 包括一些接口 它也自动生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 然后 有A的 D的接口 CS A CSB CSC CSD 我们看一下 跟我们这个 是不是一样 A接口 D接口 然后CSABCD 然后int 包括rd wr和reset 这个都有了 对吧 然后呢 当然我们还可以 再生成第二个 同样的是 Decine Create Sheet symbol from Sheet or DHL 然后这次我们选择 第二个文件 点OK 这样第二个文件 也做出来了 做到这一步呢 其实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然后我们按上次课学的内容 把相应的 相同的信号 连接起来 这样呢 这个层次原理图 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呀 层次原理图呢 其实是 这种自下而上的设计呢 实际上是把我们这种 多张复杂的 不同功能的原理图 就是 做在了一起 然后呢 让我们很方便的 就能读懂这张图 然后看懂了 这个 整个系统的连接 包括我们 在实际工作中 可能经常会 一个系统 可能经常会有几个板子 然后比如说 这个板子是电源的板子 这个板子呢 可能是一个 主控的板子 然后可能我们电源板子 只是输出电源 给主控去供电 然后主控出来呢 可能又会 控制很多的 那个 有很多的不同的接口 比如说控制液晶屏的 控制各种传感器的呀 然后我们可能又会 有另外一个模块 这样的话 很方便的 我们去进行读图 这个自下而上的层次原理图 我就介绍到这里 那还有一种 画层次原理图的方法呢 是自上而下的绘制 层次原理图 那我们先新建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 我们先建一个工程吧 重新建一个工程 重新建一个工程以后 我们再新建一个 原图文件 其实我们实际上 可以把刚才这两个模块 也叫做方块图 给它复制过来 但是我们还是用 我们传统的方式 自己新建一个吧 然后 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直接选择 在菜单栏中的 这个原理图标号 来直接拖拽 这就出来一个 还有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放置 Place 然后找到这个 Shade Symbol 然后放到这里 就可以了 这两种方式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方块 它都有什么意义 这个位置 Location 就是它的一个 坐标位置 很明显能看到 X轴尺寸 Y轴尺寸 包括它的一个 颜色 这个选中以后 就说代表 没有天冲颜色 如果打上钩呢 就会有天冲颜色 这是天冲的颜色 这是边框的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最细 当然也选择细 或者是中等 或者是最粗 我们选择默认的就好了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选择 模块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的名称 改成 Power 电源部分 这部分文件名称呢 就是说 刚才我说了 就是说 自上而下的设计 可能我们不用新建文件 所以呢 这个是代表 它所代表的 原理图的名称 我们也可以叫做 Power OK 这个标号呢 是系统自动生成的 我们不用太过多的 去管它 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选项卡功能 然后我们进去 可以看一下 选择增加一个吧 可以看看 它里面都有什么 一个是它 它的名字 注释名字 注释的内容 X轴 位置 外轴 位置 颜色 然后这是字体的更改 类型 包括我们自动生成的这个ID 还有角度 还有一个方向 等等 我们有一些了解就行了 好 选择OK 这个现在看我们这个图和之前生成的图有点什么不一样呢 好像还缺一些接口符号的标志 自上而下设计系统相当我们是先把框架定出来 我们比如说换了两部分 一部分这个既然叫power了肯定我们是一个供电部分 那我们肯定需要有电源的输出 这样的话我们要选择一些接口符号来表示电源输出 放置的方式同样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直接拖拽空虚栏中的这个标号 还有一种呢 是还是用place这个下拉菜单下的添加标号按紧 都可以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标号代表的意义 这个天虫颜色 字体的颜色 字体 字体的形式 我们就不再多过多的进行介绍了 然后这个呢 我们可能需要介绍一下 这是在它左侧显示 这个是 左侧和右侧双箭头 这个呢 还有一个下拉菜单 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看的是指向箭头的 它代表的几种箭头不同的形式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尝试更换一下 改变一下效果 我们就这里就选择默认效果好了 这是它的名字 比如我们这个输出的名字改为VCC VCC它写 Position这个功能呢 它代表的是 代表的是距离方块图上边框的一个距离 这个IO形式呢 它 这是位置定型 包括输出型 输入型和双向的一个形式 我们既然是电源输出 肯定是选择输出型 OK 你看现在它 我们虽然选择的是 左右都有箭头 但实际上呢 因为我们选择了是 IO的输出型是输出型 所以呢 它的形状是输出型的箭头 假如我们把这个改为一个 TND 然后把它改成一个输入型 我们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OK 它就是向里的 那如果这个呢 我们选择一个 就是选择 被定义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样我们选择 双向是不是可以呢 保持下来呢 对 OK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边呢 因为我们是代表了紫模块 然后首先我们改变它的名字 我们叫做一个 Ctrl吧 控制电路 这个电源部分要改为输入 有一个VCC 是输入的 Input OK 然后GND 也是输入的 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划到这边吧 我们作为一个输出的信号 Output 比如叫Net1 这个叫Net2 OK 当然后边我们还可以继续增加模块 现在呢 我们只是把这个连接起来 放下1点这样 微观一点 OK 好了 这个层次原理图呢 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怎么通过层次原理图 新建原理图呢 我们还是要从Decision这个下落菜单 选择Create Sheet from Sheet Symbol 就是我们要从这个Sheet Symbol这儿 新建一个原理图文件 好了 然后现在鼠标成为十字形状 然后如果我想从这儿新建的话 我就点击进去 然后自动新建了一个名字叫Power的原理图文件 而且它有两个接口 是我们当时建的VCC和GND 然后 这个呢 如果新建这个原理图呢 也一样的 选择Decision Create Sheet from Sheet Symbol 选择它 这样就新建了一个 四个接口的一个原理图文件 好了 层次原理图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然后有兴趣的同学 就把原理图中的文件补充完整吧 好 下次课我们再继续学习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